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中国女排的成功离不开每位球员的努力 每位球员都绽放着耀眼的光辉 曾经的女排队长,却遭朱婷力压 曾靠心脏电击逃过鬼门关 两度离队,两度手术,两度归队 她就是女排队长惠若琪 这里全个有用,惠若琪 8岁的惠若琪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排球 并且被老师看中有打排球的天赋 年幼的惠若琪起初只是觉得排球很好玩 便决定学习排球 就这样她与排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惠若琪的进步很快 几个月下来她就取代了主攻手 紧接着幼势队长 凭借超高的球技 她开始经常参加国内外赛事 2006年惠若琪以优异的成绩入选江苏队 并且直接三级跳,跳到了江苏省一队 年仅15岁就参加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女排联赛 她对排球的喜爱超过了学业 甚至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经过不断的努力 她进入了国家队并成为主力 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一次继军和冠军 郎平回国任教成为女排教练后 惠若琪凭借自己超强的实力 得到了郎平的认同 成为女排队长 随后又在世界女排大奖赛中 带领女排获得亚军的好成绩 就在惠若琪巅峰的时期 18岁的朱婷横空出世 郎平重新调整重心 把球队的核心位置替换成为了 进攻实力更强的朱婷 这样的决定直接给惠若琪重重的一击 惠若琪内心不甘被朱婷压着 这样的情绪甚至带到了比赛 不过一切都被郎平看在眼里 于是主动找到了惠若琪进行沟通 表明朱婷在进攻确实是球队最好的 而你的保障能力是朱婷欠缺的 你的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每个人在球队的角色不同 但都十分重要 惠若琪恍然大悟 随后和朱婷的关系也逐渐变得融洽 经过两人的磨合 默契度逐渐上升 更是在世锦赛上拿下了亚军的好成绩 慢慢地也成为了女排的顶梁柱 但就在这时惠若琪因心脏复发 参加不了比赛 此时朱婷承担起女排的大棋 2016年惠若琪伤病复出 与朱婷再次合作 时隔12年再度奥运冠军 2016年惠若琪因身体原因选择退役 虽然是黄金时期 但自己心脏病已经动了两次手术 不适合做高强度训练 强行坚持可能有生命危险 曾经严重的一次只能靠着电击逃过鬼门关 如今的他已经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 两人幸福地生活着 事业上也过得风生水起 接受了国际排练的邀请 惠若琪虽然无法继续打球 但迎接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人生